到哪里了 你看到啊 对啊对啊 自我了啦 你们问我为什么这样子讲话 哎呀 人家最近一直在台湾 和卓卓拍摄了啦 不是啦 就是赵文卓啊 东北话几乎都忘掉了耶 看 看见到哪里了啦 什么 你不过来了啦 那一会儿演劫匪的那两个演员过来 我该怎么办 好的呀 我先陪他们试一下戏哦 没有问题啊 哎好 然后觉得不错的话 直接带到你那里去哦 哎呀好的 没有问题啊 包得我身上了 喊导 哎好的 拜拜 干啥呀这是 导演也了不起啊 导演有什么装的啊 说不来就不来 看着我跟他们个的试戏 他也不拿我当外的吧 他哪儿 对 八一公园的长椅上 长椅 哎呀妈呀 干哪儿的长椅呀 找着吧 哎呀 太气人了 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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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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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打 你不给 拿来 我 打你了 打 吃吃吃 一点就觉得吃 跟你说八百遍了 这盒饺子是留在哪儿过年吃的 你现在吃没了过年都吃了 大哥 那我现在我饿的实在都扛不了了 饿饿饿 全都张公子 刚才露不露过考验店 露过了 我们闻着味 闻着味 闻着味 闭不闭不就得了吧 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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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天让我闻味 干这么长时间 一个活都没干着 连我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我不干了 你不赶紧走 有能力你走 再也别回来 滚 好 我走 三儿 三儿 还记得那夜 我们在月光下许下了诺雅吗 记得 我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我们是什么关系 生死兄弟 我们立着想成为什么 一代名匪 那么我们的口号呢 秦雪虎恋 身轻如燕 你老变得吃饺子 怎么能够身轻如燕 大哥 那你俩吃饺子呢 你以为我愿意吃吗 我这是没办法呀 我自己吃成这样 不就是为了给咱俩撑撑场子 锁锁门面吗 要不谁能怕当个雅呀 写问题不要那么骗天好不好 大哥我错了 大哥 难怪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不容易 兄弟 面包会有的 别着急 那会有个长饮吗 应该是那儿的 大哥 面包来了 兄弟 这是干咱俩 干房客一来 这是咱俩第一代活 实与成功 不许失败 好 走 别动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现在都几点了啦 还等一下啊 大哥 他表不害怕你 我也不知道吗 好了啦 开始吧 别动 还不要吓我 人家好怕怕啊 你只要抢我的包包吗 哦 拿去的拿去的 不要伤害我就好 大哥 这么顺利吗 应该是个陷阱 还你包 我 站住了 你们在搞什么啊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 我是被抢的耶 我又没有感觉到 哇 那种恐惧感和害怕啊 大哥 他在搞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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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耶 你们真的是超搞笑啊 难道你们是第一次啊 哦 以前完全没有学过啊 没有啊 难怪你们会搞错了啦 没有关系啊 过来 过来啦 不要紧张啊 坐在这里啊 来 我给你讲一下啊 做一个劫匪呢 首先 你的表情要凶一点啊 表情 我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哦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你要主动回来抢我的包包 我是不会主动把包包给你的 记住啊 过来抢 对啊 抢过去 抢回来 抢过去 抢回来 记住啊 这是一个过程 最后呢 包包到你的手上 OK 没事了吧 对啊 那我走了 我站住了 你还想想干啥 给你 带你来电话吧 我接一下电话 喂 很早 四五千块钱电话 怎么改他一样 我忘了 那一会儿再抢过那个 我打死你 好的 为什么 还演结匪的那两个演员已经去那里了啦 哇 怎么可能 喂 喂 我 哎呀 妈呀 那他俩是谁呀 快点 妈呀 她俩是真结匪呀 怎么办 你再讲一遍,没有听听啊 我们要排一部大戏 需要两个演员 一天一个人要给两千块 大哥 排戏一天一个人要给两千块 排戏一天给两千 那比干真玩强啊 我听着了,我不行 演得不错的话 还可以再加钱啊 大哥,还能加钱呢 那你需要怎么样类型的演员啊 一高点 还有一胖一瘦啊 外表一定潇洒一点啊 好的好的 拜拜 这样的演员到哪里去找啊 真的是不好找啊 大姐,难道我们 不符合标准吗 我真的没有看清啊 原来你们两个特别特别的符合标准啊 真的是不错啊 真的是踏破铁鞋无名处啊 真的是踏破铁鞋无名处啊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大姐,你看我们俩行吗 非常不错,OK 就她扯点后腿 不过我觉得吧 刚才你们两个表现得不是很好啊 今天我们排来一部大戏啊 是一段兄弟之间的爱恨情仇 感情纠葛的一段大戏啊 给你们两个设定的人物呢 是这样子啊 你要不让我先给你们两个试试戏啊 好,好,行 那你先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就暗杀 我就暗杀 哇,小三嫂 这真是好好听的名字啊 我跟你讲一下啊 他呢,就是你的杀父仇人啊 你应该怎么办啊 你不要看着我啊 是他是你的仇人 打他啊 对啊 打他,动手 我恨你 你这是在打群骂俏了 我是说他是你的杀父仇人啊 你要想一想啊 你堂堂三尺 高的男子汉 你要想一想 杀父仇人 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想一下 他没杀我爸呀 这是在演戏啊 假设一下 你要懂得借鉴啊 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 他有什么样 他不让你特别生气啊 他不让我吃饺子 对啊 一天不让你吃饺子 五天还是不让你吃饺子 你怎么办啊 是不是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愤怒啊 此时此刻 你的内心就像奔驰的银马一样 你的内心就应该像 炎梢的小宇宙一样 炎梢起来吧 小宇宙 小宇宙 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不要我吃饺子 你千万让我回味儿 打死你 打死你 不要停 继续啊 大姐 我这样行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 你演得特别棒啊 行啊 行 我值两千吗 太值了 特别OK 大姐 这回到我去了吧 我给他打 接下来到你的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凤凤嘛 我叫凤凤嘛 阿凤啊 真的是超棒啊 你特别特别好 那我给你讲一下 他这样打你 你有什么感觉哦 疼 对啊 你是不是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愤怒啊 愤怒啊 愤怒啊 愤怒的同事 你要知道啊 他是很有着夺气之汗的那个人 你应该怎么办啊 你要想一下啊 堂堂无耻高的男子汉啊 面对着夺气之汗的这个仇人 你的内心是不是像奔弃的野马一样 别说了 千万才我们记住了 燃烧吧 小宇宙 哎呀 大哥我错了 大哥 踢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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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死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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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被打了 大姐 我演的怎么样啊 你演的 我都没有想到啊 你演的 比他演的好好啊 特别真实 特别的走心啊 我感觉这边演的 不太好 我想再来一遍 大哥不来了 不来了 您说够用了 他看着 接下来还怎么演 接下来啊 接下来呢 是感情戏哦 你们两个经过了几番周折以后 突然发现 原来你们两个自己完全是一场误会 误会啊 对啊 夺妻之恨 和杀父仇人 六有七人啊 有一个人是故意陷害你们两个 故意设了一个圈套 让你们俩自相残杀 他好一翁得利 那啥子 你这也太坏了 不啊 接下来是感情戏啊 你们两个知道是 误会以后怎么办啊 就要抱头痛哭啊 悔恨不已 抱抱 投入一下感情 对 大哥 对 我错怪你了 我也错怪你了 大哥 大哥 我现在怀疑你啊 还记得那一夜 我们在月光下训下了诺言吗 记得 我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爽 大哥 爽 爽 爽 拿我们哥俩当傻子 是不是 玩我们哥俩呢 是不是啊 哈哈 我才看明白的了 我就想问你 陷害我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是谁 是谁 哇 原来你师父那个坏蛋到底是谁啊 对啊 他到底是谁呢 我问你呢 他 他 他是谁呢 是这样啊 你们两个要特别想知道这个坏蛋是谁呢 接下来你们两个就要将计就计啊 来上一个语情故众 你蛇出洞啊 什么动什么动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两个要把自己绑起来啊 才能把那个坏蛋引出来啊 大哥 是不是拿出来当诱饵啊 对对对 反正上一块去 往上 就好 引上树 就就就有树 大姐你帮下门行不 好啊 快快快快 拿着 太坏了 走 我知道我弄死了 别动别动别动 哎呀 紧点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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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 等会大姐 我我收拾肚子 你累紧点 哎 哎 哎 好了啦 哎 你动一下 你你确定你跑不掉了啦 紧紧的 动他不得 那太好了 那你等一下啊 我打个电话 狐狸猫 看出你了 我都闻上你味了 别藏了 喂 哎 警察吗 对对对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我抓住两个绑匪啊 重来 不好意思啊 哎呀 你快来吧 哎 哎 好的好的 喂 我越来越能了 哇 哇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啦 你们哥俩要在这边等一下哦 警察马上就会来的 不要着急啊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哎 姐 你别走啊你啊 咋还有警察呢 大哥 哥 咱们演完这段戏 就有大钱了 有没有大钱到不足为 我就要知道 陷害我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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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